艺人杨景华不只会演戏 更出席各大活动 也经常上节目透露 自己人生梦想就是卖方 好不容易多年前开开心心 买下台北市内湖豪宅 却没开心入住 反而还打官司赔钱了 艺人杨景华透过代销 买下台北内湖这栋豪宅 但旁边就是网球运动中心 挡住警官 他自办柯南出示录音档 还是被法院判决败诉 杨景华2014年 透过代销公司购买要价 6283万预售58楼 他控诉舰商当初主打 国家网球公园第一排 房屋三面采光通风 没想到交屋前却发现 被网球中心遮蔽视线 要求返还已经缴款项 1729万 却被舰商地主反控杨景华 没有配合缴款和银行对保 提告求偿1577万违约金 台北地方法院审理 看言房屋平面图广告文宣 没有提及建案视野辽阔 判决杨景华必须给付违约金 940万多元 实际求证杨景华经纪人 没有回应 鉴商低调表示 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不方便多做回应 那因为杨景华没有继续买这个房子 这787万就应该退给杨景华 那如果杨景华想要要回 这个787万就要另外诉讼 跟建商主张不当得利 请求建商放 杨景华大手笔砸千万 就是看中这里环境安静 附近技能方便 没想到去和建商爆发纠纷 双方争议还得继续对簿公堂 华尔新闻派业权陆雨昕 台北报道 嗨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